好 我們看這題 求A比0怎麼算 其實這題喔 有數減 對吧 求A比0呢 你就把AKS-0 也就是AKS 把這個約掉 把剩下的式子 AKS用幾代? 0代 這樣就好 0代代下去的事情 你觀察一下0代代下去 0-1-1 0加2 2 四十番 16乘負1負16 0加99 開根2 所以當然就三分之負16 這樣行不行 你說老師為什麼 來來來來來 標準做法 這題什麼意思 他說求A比0 也就是把FS 微分微下之後 AKS用幾代 0代 這樣行不行 但是這題 有辦法直接用除法微分嗎 沒辦法 好不好 因為好不好微 不好微 所以說這題基本上微分要用什麼來微 用定義來微 這樣行不行 來我們把微分定義寫一下 什麼叫A比A 它標準寫法是Limiter A開始趨近A A減A 分之FS 減掉Fa 行不行 這標準寫法 所以說今天求多少 求A比0 換句話說 什麼意思 把寫AD翻全部改成寫極 0 把寫AD翻 對吧 寫升極 0 所以FS 再減掉Fa極 0 就叫了 可不可以 這時候把它帶進去 再加進去 Limiter S極極 你看清楚 分母式極 Aks 分子式極 把FS 減掉F0 FS式極 把整個帶進來 好不好 老師把它寫過去好了 好不好 所以說寫出來 老師把它寫到這裡來 寫大一點 Limiter AK 7 0 所以 分母地方式極 Aks 好不好 分子把這兩相減嘛 老師問你FS式極 把整個FS 帶進來行不行 把整個題目FS帶進來 根號多少 27 AK 加9 分子是AK 乘上2A-1 乘上13S加2幾次 4次 再減掉F0 告訴我F0帶進去 其實就是幾 0 所以說減掉這F0 其實要不要幾 不用嘛 因為F0 也就是幾 0嘛 所以說這時候把這兩個約掉 一約掉 其實你看一下 這個Aks 這個Aks可不可以約掉 可以 約掉的時候把Aks 幾代 0帶 0解1 負1 0加2 2 4次翻 16 負1乘16 負16 0加9 9 開格2 3 就出來了 所以說老師講過嘛 以後這種題目 求F A比0 就把Aks 約掉 就A比1 就找Ak-1 約掉 就A比2 就把A-2 約掉 把檢案 帶進去 答案就出來了 這樣可不可以把這邊看一下 等一下